中美贸易战的任何发展都牵动着全球经济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了一句 两国接近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 鼓舞了投资市场 中国美国股市26号再度收高 华尔街股市三大指数全部上涨 再度创下了盘中和收盘的历史新高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扬了55点 涨幅为0.2个百分点 以28122点作收 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上涨了6.88点 涨幅达到0.22个百分点 收在3141点 纳斯达克指数也扬升了15点 或0.18% 报8648点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500普尔指数 这个月已经是10次冲上了历史新高 是2018年以来最多的一次 白宫顾问威康稍早前已经表示 美国和中国已经是就快达成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共识 不过三大障碍包括强迫技术转移 和智慧财产问题 却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感谢观看